热线十二 山村小吴 弟弟惊险叹话男师 一个脚穿水 一只脚没有穿水 身份揭晓 恶者摸进 态度惊人 暗情曲折 周遭村民议论纷纷 斗智斗勇 凶贤逐渐浮出水面 真相大白 悲惨经历 令人唏嘘 被埋葬的亲情 热线十二 即将播出 这是2013年5月 江苏省淮安市公安局 淮英区分局民警 在一个挖掘现场所记录的画面 挖掘作业现场是一处民房 位于诸库村的最东边 位置比较偏僻 警方到底在这里寻找什么呢 挖土机作业后 民警又开始了徒手挖掘 不一会儿 现场竟然出现了 人心的残骸 好的时候 这天出来的是 一个腿 缓起来 在上面 然后一个脚 穿起来 一只脚也有穿起来 挖掘过程中 现场有一位老妇人 现在情绪非常激动 周围的人气少说 她是死者的母亲 然而老人的话 却令人打之以惊 警方是如何知道 地底下埋有尸骸的呢 这名死者又是谁 她的母亲和孙女们 又为什么对她的死 表现出如此冷漠 甚至清醒的态度呢 这件离极的案件背后 究竟隐藏着 怎样的恩怨情仇 各位钟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曹东 院子里边挖出了男尸 这应该是村子里边的 一件大事 所有的人都前来为官 但是呢 面对这样的场景 让人不解的是 居然是亲者不痛 万人叫好 还有呢 我们刚才通过那个电视画面 已经看到了 那死尸的状态显示 已经有相当的一段时间了 那为什么在这么长的 一段时间之内 居然没有一个人报警呢 还有这死者到底是谁 他又是怎么死的呢 我们接着看 2013年年初 江苏省淮安市公安局 淮银区分局 渝沟派出所的民警 在户籍工作中 发现了异常的情况 为了了解吴子军 没有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原因 民警随即前往他家进行走法 这个家里空无一人 后面这个村干部也跟我们说 可以帮我们去联系这个人 去这个读出他快点 办理二代证 时间很快到了2013年5月 离上级公安机关要求的 患诊工作结束时间 越来越近 然而吴子军却一直没有来派出所 办理第二代身份证 于是民警们第二次前往 吴子军的家中了解情况 我们到家以后呢 发现他家 骗一个院子里长得是草 门锁呢已经秀了 好当现在没人了 跟我调查责访邻居呢 邻居讲呢 他有脸上的没看见他 可能失踪了 好好的人怎么会失踪呢 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 民警在村中进行了调查 可是掌握的情况 就让民警愈发觉得蹊跷 对他这个失踪以后啊 他家里人既没有去 我们公安机关来报警 或者来反映啊 这个人出了什么事情 同时呢 他的邻居啊 就显然去走访的时候啊 也漠不关心的 吴子军家人和村民 不合常理的反应 让民警觉得 吴子军失踪也是可能并不单纯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听到了一些传言 传言令吴子军失踪也是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面对重重疑点 警方做了大量的工作 终于从村民口中了解到了一些情况 原来1966年出生的吴子军和妻子 以及一对儿女住在一起 年迈的母亲和几个兄弟 也都住在同一个村子 那么 他失踪以后 为什么村里没人反映情况呢 因为吴子军这个人啊 在村里边这个打人骂人的正常的 另外他在家里边人比较凶残 他爸爸 这个这个眼睛瞎了 双目失明 他就回头了 也能伤了两个嘴巴 他妈妈 接近80岁了 他不高兴了 他妈妈说的脸 他也能打着方妈 两个嘴巴 他的老婆 眼睛右眼的眼睛啊 被他打瞎掉了 眼睛就支出了 他儿子 头上打了很多 疤痕 他的女儿 被他打了 过往自杀 几次 吴子军残暴的性格 会不会成为他失踪的原因呢 难道正如村民所说 他可能已经被家人所害 如果是这样 到底是妻儿 还是兄弟干的呢 为了调查事情的真相 也为了不打草惊蛇 与沟派出所民警决定 停止在村中走返 改为暗中调查 与吴子军长期生活在一起的 妻儿俱下 发现这个 母子三人都在这项南军 打工 但是唯独 没有这个吴子军 他的迹象 吴子军真的被家人杀害了吗 带着这个疑问 民警首先想到了查询 吴子军家的政府种地 补贴领取状况 他每年每亩地几百块钱 钱有人领 谁领人呢 他家的一个亲戚 帮领了 我们找到他 这钱你怎么领的 他说 我收我弟弟 收我哥哥 委托领的 你个个人呢 已经失踪两年多了 所以打工了 不在家 政府种地补贴这条线索断了 但民警没有放弃 他们又想到了农村合作医疗 可能登记了相关情况 在那里 民警有了欣喜的发现 有个号码 139才打头的 我们当时心里想 吴子军在吗 打电话 是一个女的接来 我们就问 你好 你是吴子军吗 不是 说我是他的老婆 正亲 吴子军到哪去了 说他失踪年龄多了 我们不知道到哪去了 请问你在什么地方 现在在什么地方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他不在 现在我就是护主 然后说完就把电话夸了 这个在我们心中呢 本来认为吴子军 也可能活着了 这下呢 又跌倒过来 吴子军妻子 正亲的反应 大大出乎了 余沟派出所民警的意料 要想从他那里 得到更多消息 看来会很困难 于是警方开始 将关注点 转移到了吴子军 和正亲的儿子 吴飞身上 吴飞26岁 大学毕业不久 他在浙江南群一带打工 在此前的调查中 有人怀疑 可能是吴飞 杀了他的父亲 吴子军 猜测他儿子做的依据 其实就是 只有他儿子和他的妻子 正亲两个人在家 就是说 他根据他的体型分析 他的妻子正亲没有这个能力 在那儿杀害 只有他的儿子当时有这种能力 把他杀害的 很快 民警在公安网上找到了 吴飞在浙江南巡的赞助地址和工作单位 监狱案情紧迫 鱼沟派出所民警连夜赶往了浙江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 来到了位于城乡集合部的无非赞助地 我们进去以后发现 他里面住的是当地的浙江湖州的老夫妻两个带一个小孩 就问他这地方有没有住过一个北方的苏北的小伙子 他住过 5月16号这天他退房 我住房 他当时我们心里就嘀咕 5月16号 那时候正是我们在老家这地方开展调查的时候 他又 吴飞呢又莫名其妙地把房退了 是不是得到什么消息了 两地警方随即又来到了吴飞工作的南方大酒店KTV 然而眼睛的景象 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屏幕上会打出了个字幕 说因为南方大酒店 从4月份就开始装修给各位带来不便 然后当时我们一看 南方大酒店的KTV就关到了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指向吴飞的线索中断了 此时民警们想到 也许可以通过吴飞的母亲郑青 要到吴飞的联系方式 找一个我们当晚一个女孩子 用她的这个手机号码给她母亲 郑青打的电话 说是吴飞的同学 想要她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然后她母亲一看 儿子这么长时间也没谈过恋爱了 有个女同学给她打电话 那就把吴飞的电话号码告诉给我们了 虽然得到了号码 让民警感到很兴奋 但是如何判断这个号码 真是吴飞的呢 此时民警们想到 现在流行的通讯软件 微信 我们把这个电话号码输进以后 嗯 有个网名跳出来了 大白子 大白子呢 再看上面的照片啊 它显示呢 就是非朋友 可以显示四张照片 照片显示 嗯 确实是 跟迪爱的居民身份证 照片配起来了 确实是吴飞 接下来 于沟派出所的民警们 就要想办法 让这个吴飞显神 我们例如 因为这个吴飞啊 也是这个 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嘛 我们就冒这个 民警嘛 以这个女孩子身份 就是说 加他的微信 就是跟他聊起来了 聊了之后呢 又把他QQ换回来 在网上显示 我们很羡慕他 很想跟他交流 他呢 已经疲不得然了 他跟我讲 你这个下班以后 都干嘛呢 他说我都 下班以后就上网 聊天啊 跟你聊啊 在交流中 吴飞向民警 推许自己常去的 网吧非常好 民警利用他的 这种心理 让他去网吧 打开网络视频 在于沟派出所 民警的请求下 当地警方 以吴飞的赞助证 未及时更新为由 把他从网吧 请到了派出所 当在派出所 看到家乡 于沟派出所的民警时 吴飞显得有些紧张 但是 他却没有提供 任何情况 通过了 大概三十分钟的教育 三个小时 他说我给你们 说实话吧 我父亲给我杀了 吴飞告诉民警 2011年春节前夕 他和父母三人在家 当时他的父亲吴子军 因为所持殴打母亲政兴 他看不下去 上前推倒了父亲 随后他一个人 吓死了父亲吴子军 并把他埋在了家中 皇屋的地底下 然而 吴飞的这种说法 却难以获得民警的认同 吴飞这个人身高的一米六六 左右这样 瘦瘦的 而吴飞这个人呢 一米七二 身力很棒 长期呢 农民啊 带游啊 也不是岁数 也不是大 四十几岁 如果说 吴飞一个人 把他父亲杀了 就显然呢 不太会常理 很快 吴飞的母亲郑青 找到了渝沟派出所的民警 交代说 吴测军是他一个人 杀死并掩埋的 跟吴飞没有关系 对于郑青这种说法 我们当时已经 做出了郑局的判断 我们认为 就是他的奴子两个人 一同共同 将他的父亲杀死 在之后的审讯中 母子两人交代了 2011年春节前夕 联手杀死吴子军的 作案事实 至此 这个被掩埋了 两年的精挺案情 终于真相打败 这郑青母子啊 既是行凶者 又是被害人 那么对待这样的一个案件 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我们很想知道 希望您赶紧拿出手机 草一草屏幕下方 出现的二维码 来介绍一下 道场的两位嘉宾 这位是黄丽玲 黄律史 这位是张斌 本栏目的特约评论员 我们看到 最新的这个情况是 吴飞被判处 有期徒刑七年 而这个郑青呢 是被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 缓期四年执行 为什么法院最终 会这么犯 大家对这个量刑的疑问 可能会觉得说 杀人偿命 是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 但为什么这个 在杀人案件当中呢 他们的判刑 好像显得比较轻一点 这个呢 也是符合我们国家的 这个刑法的规定的 因为我们国家刑法 是说杀人 故意杀人的案件 确实是要严厉打击 起刑应该是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到死刑 但是有一个规定 情节较轻的 可以判处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怎么判断 这个情节较轻呢 这个司法 司法实践当中呢 我们通常会掌握 比如说 防卫过当 引起的这种 故意杀人 或者是出于义愤 为民除害 就比如说这个受害人 他本身就是说 称霸一方恶怪满盈的 还有的呢 比如我们讲的 这种激情杀人 是因为这个被害人 自己有过错 导致的这样的 一个悲剧的发生 可能还会有一些事情 比如说这种 生母因为没有能力 去抚养孩子 逆婴的这个事件 他也是故意杀人 所以呢 综合这些因素 在这个案件里面呢 给予正亲母子 这样的量刑呢 也是符合我们 国家法律规定的 对 应该说正亲母子两个人啊 他们杀人了 那是法不能容 而这个吴自君呢 也确实不是个东西 来看看众网友 是怎么说的 这位朋友说 没有遭受过家暴的人 可能啊 很难理解那种恐惧 我真的挺同情 那些遭受家暴的人 所以说 这对母子 积怨成疾 最后啊 爆发至情理之中 只能够希望 最终是轻叛的 也是轻叛了啊 再来看这条 说人的生命是宝贵的 哪怕作恶多端 也不是任何人 都可以任意的 剥夺别人的生命的 这又是一起家庭悲剧 让我遗憾之余 感慨这家人的法律意识 如此的淡薄 那张明老师 你的看法 我是这么觉得 一个就是家庭暴力 它是针对着特定的 家庭成员之间的 所以他相对来讲 隐蔽性非常强 那么持续时间又比较长 这种隐蔽性 持续性的 往往造成人的心理的 和身体的巨大的伤害 那有的时候压抑不住 恐怕就就采取了一种 极端的手段 所以大家看到 因为家暴离婚的案件 与日俱增 那么甚至其中还有一些 像类似今天 我们所说的案件中的 发生了一些恶性的刑事案件 但是这里面 我们还想换个角度来看一下 通过片子 可能观众朋友 也有这种同样的感受 就是他都打瞎了老婆的眼睛 他都把这个 哥哥 家里的牙齿打掉了 这已经构成犯罪了 这要在城市里面 公安机关早就应该介入了 这是一种公诉案件 你家里人不告的话 只要公安机关了解到了 那他也要处理 所以我们的公安机关 在事后做了缜密的侦查和安排 但是在之前 如果能早介入 早控制 早预防的话 我想结局不会是这样 对 我们再说到这个吴自军 你看他被害已经有两年了 这个时候 把他这个尸体 从地里边给刨出来 乡亲们 面对他的尸体的时候 依然是咬牙切齿 而且认为正清 母子两个人 杀他 那是为民除害 那这个吴自军 到底生前做了哪些恶事呢 我们接着来了解一下 这位情绪激动的女子 就是正清 现年41岁 看起来本分老实的她 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丈夫 吴自军 吓死毒手呢 正清很难 真的不容易把她这样 知道对我们没办法 真的 正清说年轻的时候 虽然家里给介绍了很多对象 但她都看不上眼 在村里集体看电影的时候 她遇到了吴自军 当时她这个人 年轻的时候 还是长得蛮漂亮一点 比较帅实一点 因为我当小姑娘的时候 也不是很扯 就是总是觉得 心里 找个男朋友 到同学在此 能把她带出去 尽管当时家里人 因为吴自军身上的江湖气息 而反对两人交往 正清却坚持自己的选择 甚至还和吴自军 此奔来 然而很快 正清就开始 为自己的选择 后悔了 他就开始打我骂我 你说要是真正的男人 跟他开始在一起 他舍不得打 舍不得骂他 此时的正清很想逃回家去 但私奔让他感觉 回去很没有面子 而另一方面 吴自军的威胁 也让正清 不敢轻举妄动 正清先后 为吴自军生下了 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原本正清以为 吴自军会为了孩子 而有所改变 然而他发现 自己想错了 他只是喜欢拿自己 别人没有他喜欢 他喜欢喝酒 只要有钱就行了 就喜欢这个 别人就从来不喜欢 两个小孩子 他从来没关心我 没做到父亲一点真 无论是在怀孕 生产还是坐月子阶段 正清都无法逃脱 吴自军的谩骂和殴打 无尽折磨 让他好几次 差点走上了绝路 那么是什么 让吴自军成为了 正清口中的恶魔呢 吴自军家中兄弟四人 他是老二 小时候家里比较贫困 吴自军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就不再上学 也没有用心去找工作 吴自军的母亲觉得 儿子会变坏 与当时家里的实际情况 有关系 吴自军的大哥53岁 他家的房子就在吴自军家西边 他告诉我们 吴自军隔三差五就找自己来要钱 不满足 他就拳脚向下 面对我们的镜头 大哥摘下了自己的假牙 他说 自己满口的牙齿 都是被吴自军给打掉的 吴自军的三弟自是出头 现在和老母亲住在一起 他说 吴自军也常来找他们闹事 他从外面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搞的 从这里进来 和我们下火烧的 我们胡椒 马上和我们吵人的 这个都是合适的 和这边人有的 这个都不一样 对家人尚且如此 在村子里 吴自军就更加横行霸道了 吴自军的所作所为 虽然让人气愤 但出于自身安全和稀释宁人的考虑 几乎没有人报警 而一对妻儿的折磨相比 吴自军在村子里惹的事 就不算什么了 东西不让我吵人说 他就是有点 关于三年 好像有点变态似的 就是弄碗给他吃 他不吃弄不好 他就不让我吵人说 把我拧出来 他以为是 他把我拉在坟里 装柜在那里坟里 坟里里边不是有谁吗 真的很恐怖 我当时真的好害怕 他还站在那头巾笑 你说这种人是叫什么人 虽然常常遭受 吴自军 虽然的待遇 这些年来 妻子郑青还是咬牙 选择了忍耐 吴自军和郑青的两个孩子 逐渐长大成人 然而 在吴自军的暴力阴影下 他们过得非常艰难 他叫吴飞 大学本科文化程度 看着他斯文瘦禄的样子 我们很难把他跟杀人者的形象 联系起来 我的时候小时候上节 基本上回来的时候 两三天就要被打一次 两三天要打一次 我总是 就是在路上慢慢拖 就是慢慢走 不想回去 感觉这家有种恐惧感 与吴飞一样 目前只身一人在外地打工的吴青 也有着痛苦的童年记忆 就是感觉不敢回家嘛 也怕他 很怕他的 由于受不了吴泽军的暴力 脾气倔强的女儿吴青 小学毕业后 就开始到外地打工了 逃避父亲 而性格温和的吴飞 则一直继续学业 直到高中的时候 他才开始有了反抗父亲的想法 姐姐回来之后 我父亲还是开始打他嘛 过了一两天 和我女儿又开始打 当时我就很气愤 那时候好像 好像那是第一次跟他打起来 你一回来嘛 就家里出这样的事情 你根本就接受不了 那时候就是 心里感觉就是 不想活了 不想 被逼近的想死嘛 一点意思 当时18岁的吴青 在绝望之下 用刀片两次 划向了自己的手腕 血流如肚 幸好被母亲郑青 及时发现止血 才没有酿成大祸 尽管吴子军性情暴躁 甚至有一次 还将郑青的一只眼睛打瞎 然而 当在外地打工的女儿吴青 劝说他离开吴子军时 他似乎又放不下 他这个人呢 在座老师我老人呢 这个女人 真的心太软太软了 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 我有点不错 因为他老是被人打 老是和人家打架 就是怕他被人家打伤了 有点心疼 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吴飞说 他知道有法律途径 可以帮助解决家里的问题 但他不想采用 就是不想看到他住楼 他四十几岁 身体会不好 现在怎么办呢 而且如果是 他要是 我们经常 他这种事情 如果要是进来的话 其他犯人 肯定也不会对他太软了友善 他进来肯定输了 也许正是郑青和吴飞 对吴子军一忍再忍 体谅 才让他越来越有恃无恐 并最终酿成了惨剧 那么 对吴子军 有着复杂情感的母子俩 究竟因为什么 而杀死了他呢 2011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 吴子军因为琐事 勾打郑青 儿子吴飞看不过去 上前帮忙 被父亲吴子军喝止 起不过的吴飞 拿起包就离家出走 当时我就想出帝 放点散热金 平静一下吧 母亲郑青急忙追出去 劝说儿子回家 然而回家后 吴子军又借故 责骂郑青 因为郑青找不到电话卡 吴子军又殴打他 实在看不下去的儿子吴飞 趁父亲吴子军上厕所的间隙 尾随他出了房子 突然打下把他推倒在地的 推倒在地之后 他就是他叫妈妈 爬起来都没打完 但是他喝了那么久 回去就推了一下 他就躺地上去 此时的吴飞看到旁边地上 有一根不一用的电线 便捡了起来 拿在手中 不知道怎么就形成呆意 就是把他绳子打起来 让他脖子上面 但是你没想法 怎么样 他就想下压是吧 他就看上了 拿绳子冰 他就说 让他们送着 送着就起来 把我扔子 没听见 一个听见是那个老婆 就 所以我 绳子军也去做 由于吴飞感觉自己力气不够 便叫妈妈正亲来帮忙 两人合力 见吴子军勒子 在河里埋了吴子军后 吴子两人都没有选择去自首 織心心意吧 想这种事情也没人知道 就我跟母亲知道 我母亲也不会害我 说不定 你能满一年 说不定就能满两年 能满两年 说不定能满一辈子 反正我一天好 就没顾过 不经历什么 还会被抓来的 这个案子至少被被发现了 假如我老了 顾一天 叔叔 老为是个人 在这个世上也没别活 也能顾个平平的那一天日子嘛 吴子君死后正倾靠自己的劳动 买来了家里的第一台电器 还装上了太阳能板 日子变得好了起来 然而两年多来 姆子俩始终背着一个巨大的包袱 为什么这种事情一直让我遇上了呢 如果我要是有一个好的父亲的话 我们一家四个应该是很幸福的是吧 但是 2013年5月 在距离吴子君被正倾和吴飞 母子俩杀死了两年多后 亲属们终于得知了真相 他死了一宫 他要自作人不可活 到开始我知道他死了 我没有为他叼过一叠眼泪 没为他伤心过一次的 那天不是闹出来 我一叠眼泪不得 我就看见我寸的出来啊 和吴子君的母亲一样 村里很多人都为正亲 无非母子俩感到惋惜 他们集体写下了请愿书 希望司法机关能对母子俩从轻发落 面对乡亲们的求情 负责本案的检察官 也有着复杂的心情 一方面作为检察官 对他们的这个犯罪行为 必须要严格的依法办理 另外一方面作为一个普通人 我对他们的遭遇深了同情 检察官说 整清无非母子俩 其实可以通过求助复联 公安等机构来避免悲剧的发生 不过他跟班人民警的看法一致 认为目前的司法实践 存在一定制约因素 这确实是一个困难 就是说一般情况下 家庭纠纷都是进行调解 那么调解的时候 有可能第一就是调解成功了 然后经过公安机关的介入 他的这种行为终止了 没有假暴 但是同时也可能造成另外一种刻骨 就是这个实施假暴的人 在你报警以后没有得到 这个比较严厉的处罚 他回去以后会继续实施假暴 甚至变门加厉 面对自身性格的弱点 和相关机制的不尽完善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们 除了不被法律允许的以暴制暴外 有没有其他获得解救的方法呢 那故事讲到这儿呢 我们终于明白了 这吴自军啊就是村中一霸 那这恶霸 张敏老师 你给总结一下 他究竟是怎么练成的呢 这我觉得还是跟我们传统的 这个中国的人的心理有关系 一个主要原因呢 就是家里的事家丑不可外扬 不愿意让人家知道 那么觉得没面子 另外从他们家的情况 从儿子到他的这个老婆 都有一种心理 我不能反抗 我反抗可能会遭到更多的家暴 采取忍让的态度 所以就无意中就纵容了 他这种事情的发生 再有一个我们从村民来看的话 那么很多人认为 打老婆打孩子 那都是在中国来讲 很平常的事情 是吧 而且呢 又人家的事情 基本上都不愿意管 所以整个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氛围 致使这个案件最终发生 但这里我最想补充的一句是什么 就是其实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公安部门啊 应该早一点介入 在早一点介入情况下 很可能就这种事情就能消灭于无形 这其实我们的在基层的这个司法机关公安机关 有一个根深地固的印象 觉得清关难断家务事 我们可能也没法解决 但是针对现在这样一种情况 我觉得套用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 还是有一定的解决办法的 对 一个是难 二一个呢 就家务事解决起来麻烦 他又没有什么 你说你解决了一个家务事之后 是不是能够记几等功啊 好像也很难 所以说一般这种事没人愿意管 我想起一句话叫 不在沉默中死亡 就在沉默中爆发 郑青母子两个人终于爆发了 但是他们做出这事啊 的确太出格了 是吧 除了这样的一个出格的行为 黄律师 他们最应该做的应该是什么呢 其实郑青母子的这样的选择 让人觉得说他好像是走投无路的 一种无奈的选择 但是呢 如果他能够从一开始就去认真的 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意识的话 也许他们不用走到这么一个无奈 或者这么为难的一个境地 这个题板上是我们编导 为我们观众提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信息 面对家暴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首先想到的 应该是向当地的复联组织去求助 因为这个求助呢 也许这是一种行政上的一个干预 它只能做到的是一种调节 但是呢 也许这种调节会对于你当地的这个 对于就你正在遭受的这种家庭暴力呢 给予一定的这样的帮助 另外呢 我们说的一个很关键的说 一定要遭遇这种家暴的话 尤其是正亲母子 他们受到的这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 这种人身的损害的话 他们应该向当地报警 这个当地的报警呢 不论是民警说是出于说是家庭内部矛盾 进行的一个说服调节之外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许对他有帮助 除此以外 一旦走到离婚的这个境地的话 这种出警记录 对于将来在案件当中确定谁是过错方 是非常有帮助的 除此以外 这个对于这个伤害的验伤的这个鉴定呢 也是非常关键 这是我们用律师的角度来说 这是一个证据的固定 所以呢 通过这些因素 这些途径来说 我们不应当是简单的选择 委屈求全 这是一个非常的这种逃避的做法 也不能说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说以暴制暴 以暴制暴的话 有可能带来的后果是两伤两害相权 这就是说两败击伤的一个结果 对 话是这么说 但是现实呢 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有一些无奈 他们都想得明白 你看很少有人去主动的报警 然后都说 我即使报警了 也就是把这个施暴者关进去 那么两三天 然后经过批评教育 罚一点小款又出来了 一出来 你当时不是报警吗 我回来我变本加厉 是吧 那真的我们在法律上这方面就是空白吗 其实在真心母子受到的这个事件当中呢 他们不仅仅是说我报警了 他一两三天就出来了 因为他这个案件的这个恶劣程度的话 是涉及到这个刑事犯罪的 那么除此以外 对于普通的这种家庭暴力呢 我们国家对于反家庭暴力法的这种起草 在08年的时候 这个题已经提出来了 那么在11年的时候呢 全国复联和中国法学会 对于这个反家庭暴力法的草案 已经拿出来了 目前呢正在这种 已经列入了我们全国人大的这个一个立法计划当中 所以呢 当然我们在这目前没有一个全国范围内的一个反家暴法 但是我们新实施的民事诉讼法里面当中的这个人身保护令 对于反对家庭暴力 对于保护这个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呢 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我们也做了一个微博调查 对家庭暴力 您是否选择零容忍 很多人选择零容忍 他受苦临寻 来到原室仅仅六个月 为何就面临饥饿和死亡 他精神失常 负责心情 却显量悲惧 你看着他因为往角落里出 他不知所措 责任与能力的听听下 他撑起的会是哪一面 所以我看 饥饿娃娃的悲喜人生 又显示明日不出